這是證明 吹風機是可以把食物給加熱的 好吃耶 真的 而且 很新鮮 超好吃的 歡迎來到阿智的日常 我是阿智 前幾天我在吹頭髮的時候 你們吹著吹著就放空 結果我就被吹風機給燙到了 這時候我就在想說 如果吹風機可以把我的手給燙傷 那吹風機還可以有什麼其他的功用呢 等一下我們就來測試看看 鮭魚到底有沒有辦法被吹風機煮熟 接下來我就要歡迎我們的食材 首先是我們的鮭魚 鮭魚啦 新鮮的 等一下在上面撒一些鹽巴 提點味 我也準備了一些的薑絲 等一下用鋁箔紙把它全部包在一起 然後用吹風機去給它加熱 到底能不能成功的把這塊魚肉給煮熟 喔~~~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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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肥美的鮭魚 然後撒一點你的薑絲在上面 我們這邊全部都弄好的時候 就把它包裝起來吧 各位 時尚的代表 出去的時候 包包拿出來 小鮭魚 咬咬咬咬 咬咬咬 我們就來吹個十分鐘 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把肉煮熟 時間到 鮭魚到底有沒有熟啦 但就是怕它現在還是有一點點還沒有熟的感覺 把這個魚肉還沒有熟 我們再把它多加熱一點 讓它熟一點 等一下進行我們試吃的結段 喔~~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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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爆開來了 我的遮罩爆開來了 OK 加熱結束 現在是加熱了20分鐘的時間 到底有沒有成功呢 喔~~ 是不是 感覺就是OK的阿 先來嘗嘗看一塊喔 看看有沒有熟 完全是熟的阿 已經熟了 熟透了 把它補開來看看 喔~~ OK吧各位 厲害了這一塊 這是證明吹風機 是可以把食物給加肉的 好吃耶 真的 而且 很新鮮 超好吃的 這個就是今天我們用 吹風機來實測的單元啦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你可以在下面幫我留言還有按讚 並且訂閱開啟小鈴鐺 阿智的日常 每個禮拜都會更新一支影片 我是阿智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